仁爱乡的南风村大约有60位的民众火速撤离到收容所 有的民众整栋住家遭到土石掩埋 只剩下屋顶还漏在土堆位 加上山区断水收容所内只能客难接雨水来洗碗 另外收容所的民众当中有5人是香港游客 其中一位还是小婴儿也被紧急安置在村民家中 甚至有的居民看见家园毁损 忍不住悲痛落泪 土石榴掩埋人类向南风村移动动民宅 遮风避雨家园 如今只剩屋顶还漏在土堆外 近60位居民被分配安置到村内三处收容所紧急避难 但有村民因为妈妈不肯从家中撤离 心急落泪 我妈妈这一点我埋在里面了 你是干嘛 你们不肯 村长就叫你们出来 妈妈就不这里啊 我难过妈妈都不肯 这一处天主堂收容所安置约40位居民 不过由于风雨过后村内断水缺物资 只能客难接雨水洗碗 断水没有水 目前我们都是用那个接雨水洗碗 那个吃的话我们是用换浅水 有有点像难民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这次台风会这么严重 所以让我们措手不紧 而收容民众里还有五位是香港游客 也意外受困 甚至有村民看着家不成家 忍不住当场内崩 当雨重创南投仁爱乡南风村 民众也怕路快抢通 能尽速整理恢复家园 这也魏绍宇王玉斐科级高 SNG小组南投报道